好 主要觀眾取代你來關心 上週五的立法院會引爆了藍綠的口角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原來在下午總質詢的時間 第一棒由於改了書面質詢 因此立法院長韓國瑜將所有質詢的委員的名字 通通念過一輪 因為當時並沒有委員在場 結果韓國瑜就宣布了院會結束 讓許多民進黨立委相當的不滿 認為質詢權被沒收了 實際上其實這些委員在進行總質詢的時候 都有一個表定的時間 但韓國瑜暢明這個時間點 其實早在這些委員預訂的時間 還要找上許多 因此委員並沒有提前到場 引爆了藍綠的口角 今天上午三黨在十一點 要預計進行針對這個議題 做黨團的協商 但你來聽一段稍早的最近說法 民進黨的立委要去找韓院長對決 他們要去找韓院長對決什麼 希望可以回復他們的諮詢權 不是啊 那你如果說自己就已經人不在現場 遲到然後韓院長依照議事規則講了三次 那是要跟韓院長對決什麼 要跟韓院長對決說 你怎麼不趕快休息一下讓我們去質詢嗎 在這種事情上面說要跟誰對決這種事情 我老實講 真的是我不曉得該怎麼講 這樣的表現全國的人民都看在眼裡 黃國昌就表示其實他並不知道今天有這個協商的部分 因為原本上週的這個時間點是講說是在十一點的 不過黃昌表示今天由於有委員會的關係 因此待會會打電話來向這個副總召來請教一下 不過針對於這個黃國昌他就這次的協商內容 他就表示說他不知道民進黨到底要跟韓院長對決什麼 因為他認為時間還沒到怎麼可以喊休息呢 這部分呢當然在待會的超級協商部分 都可能引爆更多話題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